又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离我们而去了 微笑 仰狡辩 这是香港华貌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小甜甜龚如新的招牌造型 但是就在4月3号 这位据称财富比英国女王多七倍的亚洲女首富 因为癌症去世 告别了辛苦打拼而来的数百亿家财 据龚如新私人助理证实 70岁的龚如新4月3号因为癌症 并逝于香港养合医院 有关其他的事 包括人事和我们的状 来主席的状励 我们会受英文公布 顾如新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 拥有华貌集团近90%的股份 曾多次登上福布斯富豪榜 1955年18岁的顾如新从上海去了香港 嫁给富商王庭新之子王德辉 多年来顾如新因为外形和言谈夸张 被人形容为60多的年龄 40岁的外貌 20岁的心境 个性十足 不过小甜甜一生中最有传奇色彩的事件 还是一场跨世纪的遗产官司 1990年顾如新丈夫 王德辉被绑架失踪 公共王庭新就与他展开了一场 长达9年的遗产官司 自然供入新新书两场 最后却细致性地击到公共王庭新 重夺价值约400亿元的资产 双方光诉讼费就花费了至少8.6亿港元 小甜甜打官司厉害 经营企业也是好手 1990年王德辉被绑架前 小甜甜还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当丈夫被神秘绑架之后 黄茂集团一夜之间就压到了 这个家庭主妇的肩上 香港商界曾普遍认为 黄茂集团这回是过不了关了 然而让他命小不动的是 小甜甜不但让黄茂集团渡过了难关 而且在短短几年间 将企业的规模扩大了许多倍 由于小甜甜中年丧夫 而且一生没有生育 他们高达400亿港元的身后遗产 如何安排 现在还是一个谜团 小甜甜走了 那么随着他的离去呢 昨天下午港股开盘的时候 公共新持股34%的安宁股份就一路急跌 另外有报道说 在去年的12月份 公如新就被发现患有卵巢癌 而且已经扩散到了肝脏和腹部 那么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 遗产怎么样来处理的问题呢 公如新在和公共争产案结束之后 曾经公开宣布 巨额财产将会全部捐给慈善基金 可以说 作为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 作为一个给大家带来不少欢乐的个性人物 公如新的一生 活得是可圈可点 活得非常的精彩 就如同一出好戏 在这儿呢 我们也希望小甜甜能够安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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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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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每 Bot火 反 основ双吗 感谢观看